先來看看 你開車的車 你不知道現在開車不能吃飯 遠景開車巡邏 直見前方一輛計程車司機開著窗 在車內抽煙 遠景本來只是想規勸他不要抽煙 靠近一聞才發現 駕駛身上有濃濃酒味 喝嗎 沒有 沒有 司機否認喝酒 但檢測後酒測值高達0.34 他才該口 喝一口 喝一口 吹個氣吧 喝不喝 原本變成喝的是含酒精的飲料 但這誇張的酒測值 才讓他坦承喝的是烈酒 但最誇張的不只這樣 招搖之前他還載著客人到附近的餐廳 發現路旁餐廳有一台計程車從路旁駛出 發現說他車窗怎麼沒有關 一般酒駕的情形常常會是車窗沒有關 接下來我們就尾隨到他的路口 司機向警方公稱當時他因朋友邀約 喝了一小杯烈酒後開車離開 當時路上有人招手叫車才會載客 沒想到會被遠景攔下 而他酒駕的行為在酒測後全曝了光 趁著他要迴轉的時候開啟警示燈 示意他路邊停車 然後想要做他 對他對這位職業駕駛做一個勸導 那勸導的時候發現說 他身上有濃濃的酒味 這名計程車司機不僅違規在車內抽煙 還酒駕載客 被警方以公共危險罪帶回派出所 記者稱王瑞 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